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亚明 给予大家播讲盖尔泰保 希特罗在《我的奋斗》中曾经宣称 德国民族最神圣的任务 是团结和保护最有价值的种族血统 并逐步使他们上升到统治地位 这就说明纳粹种族理想的最终目标 是要确立日尔曼种族在全球的统治 因此呢 对于纳粹政权来说 辨别略等种族 对种族中的略等成分进行绝育 这就是它种族政策的重要一部分 甚至可以说 这是实现纳粹种族理想的必要手段 而纳粹种族政策的最终目标则是 让纳粹德国成为日尔曼种族 最优秀成分的集合 因此呢 促进日尔曼种族的生育 壮大日尔曼种族的人数 这也是纳粹重要的种族政策 也是纳粹生育政策的主要目的 而纳粹生育政策 首先要针对的 就是德国不断下滑的生育率 那么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呢 是种族卫生学家 讨论生育问题 经常会提到的主题 从19世纪末开始 种族卫生学家就一直在警告 说德国的出生率是不断下降的 尽管德国的人口 还是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但是呢 德国的出生率 自19世纪后期以来 的确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德国医学界就担心这种趋势 最终将导致德国 无法维持它的军队和工业 不仅如此呢 种族卫生学家们还担心 生育质量和人口质量的下降 他们认为堕胎 截止生育的政策 以及女性参加工作 都是导致这个趋势的主要原因 种族卫生学家威廉·施迈尔 他就担心出生率下降的问题 最终会给德意志种族带来灾难 他认为避孕措施 是导致德国出生率下降的原因 他从文化 生物学和政治的角度 论证了避孕对种族的危害 普洛茨和恩斯特·吕丁 也论证了德国各种神经性疾病 和遗传疾病 对德国种族人口质量的破坏 他们认为是妇女参加工作 导致了这些疾病 出生在新生儿当中 在1912年国际优生学大会上 普洛茨发表的演讲 就谈到 截止生育和堕胎 摧毁了日尔曼种族 被赋予的崇高地位 对整个白人种族也是一样 而这恰恰是违背了 自然选择的做法 种族卫生学家 伊格纳茨考谱 强调了城市里 严重衰退的生活 对女性造成了影响 他认为这些 严重影响到了 女性的生育健康 他指出 城市里到处是可怕的 铅 铅 等有毒粉尘的污染 而女性 则被允许进入到 劳动力市场 这就使她们近距离的 接触到了这些污染 导致了不孕不孕 甚至产下了天生虚弱 或者畸形的孩子 同时由于女性参加工作 致使她们容易遭受到 环境的侵袭 以至于母乳喂养 变得几乎不可能 这就导致了新生儿的虚弱 所以她认为 应该让女性回归家庭 不再参与工厂的劳动 马克斯·马尔库塞 和马克斯·希尔施 他们俩都是德国医学界 大名鼎鼎的医学分析专家 他们论证了堕胎 对德国生育率的影响 以及堕胎的医学和社会学原因 马尔库塞认为 女性参加工作 是导致堕胎现象 不断上升的主要原因 马尔库塞认为 参加工作导致女性身心疲惫 对生育极为不利 同时呢 参加工作带来的压力 也成为女性选择堕胎的重要原因 马尔库塞呢 对他所接诊的女性病人进行了调查 发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是在皮肤病和妇科病的幌子之下 咨询或者进行堕胎的 马尔库塞就说 这些女性总会不停地问 什么时候可以把她拿掉 还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防止怀孕 她指出 在她的诊所 有不下一百位的女性就医者 有着多次堕胎经历 她们几乎全部都是参加工作的女性 而希尔施呢 则强调了贫困对生育力的影响 希尔施认为 贫困是女性参加工作的主要原因 工作带来的心理压力 又是导致堕胎的原因 而堕胎是导致不孕不育的主要原因 在希尔施看来 德国法律对堕胎行为的管控是失败的 人们可以使用各种方法来实施堕胎 希尔施认为 应该加强对节育和堕胎的管理 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让女性回归家庭 到了1933年的时候 对德国出生率下降的关注 也已经成为了纳粹种族政策关注的焦点 1933年6月28日 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就宣布 德国是两个孩子家庭意识的最大受害者 在这方面 德国已经是全世界最为贫困的国家了 德国的出生率已经从1900年的36% 下降到了1932年的15% 而红色苏格的出生率在这段时间 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 弗里克认为 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 那么德国将出现巨大的灾难 而一场生育大战 已经在德国和他的对手之间展开了 为了赢得这场生育大战 纳粹种族理论家和种族卫生学家都认为 其中的关键在于德国母亲 纳粹生育政策的主要对象就是德国妇女 这是因为在纳粹的心目中 女性有着特殊的地位 她们是日尔曼血统和种族的保障 正因为如此 在纳粹种族意识形态中 日尔曼女性就成为了被保护的对象 但这种保护 实际上是把女性看作是比男性低等生物 在德国1935年秋颁布的《帝国公民法》中 单身女性和犹太人一样 被看作是国民 不享有帝国公民的权利 哪怕这个单身女性是日尔曼种族的 德国医学界的种族卫生学家们也认为 女性是比不上男性的 1926年早期 一个由人类学家和医生组成的委员会 决定在全德国展开寻找最完美的北欧种族头像的活动 活动呢 在全德国各大医学刊物上进行宣传 她要求参加者给委员会接来自己的大头照 由委员会根据照片评选出最完美的北欧种族的男女头像 然后会发给奖金 一等奖的奖金是500马克 二等奖则是100马克 到了1926年10月 已经收到了793张男性照片和506张女性照片 欧根菲什尔和汉斯京特成为了这次大赛的评委 负责对这些照片进行筛选和评定 对于男性 费财尔表示有太多优秀的样本难以取舍 在U中选U实在是太困难了 但是对于女性的照片 费财尔和金特都认为没有任何一张照片 能够将北欧种族的全部特点完全的表现出来 所以呢 他们最后决定不授予女性一等奖 只授予三名女性二等奖 这个结果恰恰就体现了 种族卫生学家对女性种族地位的侵蚀 纳粹运动常常被看作是一场大男子主义的运动 纳粹的意识形态也认为 纳粹党人是最具男子气概 纳粹国家也几乎全部是由男性构建和统治的 到了1935年 纳粹党已经有250万成员 而女性成员只占到了5.5% 早到1920年1月 女性就被禁止进入到纳粹的最高领导层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 政治被看作是男人的事情 巴伐利亚的一名纳粹党员 在1930年就说 我们民族社会主义党人认为 政治是男人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 德国女性是神圣的 因为绝不可以让议会政治玷污了他们 在纳粹看来 德国妇女应该是自然的美丽的 她们应该为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漂漂亮亮 而她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家庭 生养更多的孩子 德国医学界很明显地认同纳粹对女性的定义 德国的医学杂志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他们认为理想的北欧女性 应该退出公共领域 对于种族卫生学家们来说 理想的男性是刚强 有节制 集体主义信仰的化身 而女性呢 则被她们简化为繁殖的工具 婚姻生育 这就是女性对种族最大的贡献 这个目标实际上 也是德国医学界长久的目标 早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和魏玛时期 医学专家们就已经要求政府 采取种种措施 阻止女性才能工作 让她们更为关注家庭生活 1917年的时候 种族卫生学协会就认为 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从智力上来讲 并非是最为重要 但是她们对于保持种族的自然和健康至关重要 因此要保持女性健康的母性本色 让她们回归家庭 养育健康的热门后代 在纳粹上台之后 她的人口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是要让女性生养尽可能多的孩子 来保证日尔曼种族的昌盛 这也符合了德国医学界和种族卫生学家们长久的呼吁 1913年 欧根·费雪尔在一篇文章中就认为 女性在她的一生中至少应该生育八到九个孩子 伦慈则认为废事的估计太少了 她认为实际上 今天女性的生育期已经有将近30年 即便两年生一个孩子 因为母亲一生之中 也至少可以生育将近15个孩子 任何比这个还少的 都应该被看成是不自然的 或是疾病的原因导致的 我们要知道伦慈的这种看法 在当时还是非常普遍的 为了实现让女性多生育的目标 纳粹政权当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贷款 金额呢 从500马克到每年1000马克不等 这笔贷款是给予那些已婚的男子 而他们的妻子同意放弃在外面工作 他们每生养一个孩子 还款额将减少四分之一 到1936年2月为止 已经发放了近50万笔贷款 总价值将近3亿帝国马克 到了1940年底 已经有170万笔贷款发放出去 纳粹政府呢 还对那些多生育子女的女性给予表彰 1938年11月6日 希特勒宣布 设立德意志母亲铁十字荣誉勋章 用以奖励那些生育了四个 或者更多孩子的母亲 1939年母亲节这一天 德意志母亲荣誉勋章 第一次被授予给了德国女性 整个第三帝国时期 获得这个勋章的人数是十分庞大的 1933年 根据纳粹的统计数字 德国有1431万7000名已婚妇女 而这些女性中 25% 也就是将近360万人 生育了四个或者更多的孩子 即便是这个比例 在纳粹时期保持不变 实际上这个数字是不断增长 那么获得这个勋章的多传母亲的数字 也将是庞大的 1939年 在东蒂罗尔的林祠 就这一个地方 就有13727名女性 被授予了德意志母亲铁十字荣誉勋章 其中有745名妇女 因为总共生养了7372名孩子 而被授予了金色十字勋章 为了提高德国的生育率 纳粹也是开动了宣传机器 进行财政奖励 还设立了特殊的机构和政策 1937年 布莱梅的健康事务办公室 就成立了一个特殊的 不育症咨询中心 1938年 所有的公职人员 包括大学教授 都必须结婚 如果不然 就必须辞职 到了1938年之后 结婚五年的夫妇 如果还没有生育孩子 将会被罚款 1940年 柏林市的市长要求 所有拥有四套以上公寓的房主 必须要留一套 给那些有超过三个 或者四个孩子的家庭 德国医学界呢 也带着满腔的热情 投入到这场 提高德国生育率的运动中来 德国的医学界 开展了治疗不孕症的研究 这项研究呢 得到了纳粹政权的大力支持 即便是战局正撼的时候 德国医学界 对不孕症的研究 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不过 无论什么样的措施 都是区分种族的 只有亚利安种族的夫妇 才会得到帮助 一方面是鼓励生育 另外一方面 纳粹是抵制流产 为了提高生育率 纳粹对堕胎现象进行了干预 早在1931年 种族卫生学家们就要求 国会立法 惩治那些 妨碍德国民族 自然分别的人 以种族背叛的理由 将他们抓进监狱 而纳粹在国会的提案 则要求 对于那些 通过和犹太人通婚 导致德意志民族衰落的人 也要进行审判和监禁 不过这些提案在当时 并没有获得通过 只有到了1933年 纳粹官方才表示 反对自愿合法的流产 纳粹只允许 在危及母亲生命的时候 才可以堕胎 面对这种形式呢 德国医生们纷纷建议 那些未婚先孕的人 赶紧结婚 在纳粹种族意识形态中 堕胎几乎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在魏玛时代 德国医学界就已经有人提出 要对堕胎采取严厉的措施 但是呢 社会主义的 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医生 看法是不同的 他们认为堕胎 是所有女性 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然而魏玛政府 仍然坚持德国刑法的 第218条到220条 反对堕胎 但是实际的效果并不明显 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 堕胎实际上是东欧一些国家 控制生育的一种通常的做法 1933年呢 在一份对杰克斯洛伐克工人的调查中 布拉格大学的 胡格黑西特认为 这个阶层的五分之三的女性 都有过流产的历史 有些甚至高达22次 在纳粹看来 堕胎行为实际上 是对民族有机体的犯罪 为了扭转堕胎的趋势 纳粹决定严格执行 规马时代就通过的 反堕胎法 并将处罚进入加重 1937年 医生如果被控进行堕胎 通常会被处以十年的监禁 并被剥夺公民权十年 到了1939年 二战开始的时候 未经授权的流产 当事人会被看作 是对德意志民族的背叛 在有些情况下 会被判处死刑 那么在这样严苛的情况下 流产的申请急剧减少 在纳粹上台之前的1932年 有43,912名德国女性 申请医学流产 其中34,698名获得了通过 但是到了1935年 到1940年间 总共才有14,333项流产申请 其中只有9701项申请被批准 那么纳粹和德国医学界 并不是反对 任何情况下的多胎行为 根据种族卫生学的原理 国家也承认有意外的存在 当母亲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允许基于优生学目的的流产 换句话说 只有出于种族卫生学目的的多胎行为 才是被允许的 实际上在整个纳粹时期 对健康的热曼女性进行绝育和流产 都被认为是非法的 但与此同时 纳粹却允许 有些情况下是要求 对那些被认为是种族略等的女性 进行堕胎 最有效的措施 就是纳粹1935年 对绝育法的修订 允许那些已经进行了绝育的 但却意外怀育的女性进行流产 在此之后 一系列针对所谓略等民族的 堕胎法规就纷纷出炉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 我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